你知道曾经神党杀人的祖国人 此刻竟被一位小卡拉活埋 不仅属于他的功劳被别人抢走 甚至对方还嘲讽他老了 好家伙这不是跟我们职场中某些人很像吗 看着风暴在采访时炫耀的样子 阿祖终于忍不了了 于是他找到风暴 但没想到风暴却依旧满脸嘲讽 但下一秒他就怂了 只见阿祖两眼一红就要教他做人 风暴见状连忙解释 表示这都是为了帮你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激起粉丝之间的战斗 他们的流量就会暴涨 这也是现在某些网红常用的手段 但阿祖听后却更加生气想要杀了风暴 无奈对方勉强算是自己的同伴不能下手 于是为了释放自己变态的欲望 他来到一处阴森的小屋 紧接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他抚摸着阿祖的脸庞 贴心地为他喝牛奶 而这个女人居然是死去的马德林 怎么回事马德林不是被阿祖亲手杀死了吗 就在这时一旁的马德林突然疯狂抖动 变成了一个两百斤的胖子 原来阿祖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恋慕清洁 居然让分身人变化成马德林的样子 眼看分身人变回马德林的样子 阿祖才心满意足地躺了下去 好家伙 要是你们眼前的女的是男的变的 你们还躺得下去吗 大家见 而设计